大家好,欢迎来到阅读书,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《清断石》,是一本讲关于健康饮食的书籍。 当现代医学奠基人,古希腊哲学家西伯克拉迪在2500多年前说,所有疾病都始于肠道这句话时,相信当时很多人都是嗤之以鼻的吧。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,因为肠道健康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被主流医学所忽视的,这使许多人因此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。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,越来越多专业领域的人开始注意到肠道菌群和人类慢性病的关系,并开始关注肠道微生物对人们健康状况的影响。 越来越多的人们在钦佩西伯克拉迪有先见之名的同时,也越来越重视肠道健康。 2005年,世界肠胃病学组织将每年的5月29日定为世界肠道健康日,2010年世界肠道健康日的概念被引入中国,旨在提升公众的肠道健康意识。 肠道健康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接受。 那么,你了解自己的肠道菌群吗? 想要保持身体健康,身材苗条,迈克尔莫斯利博士的清断时,完美瘦身的肠道革命一书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。 在这本书中,作者吞下一颗胶囊状的V型摄像机,带我们进行了一次启示性的肠道旅程,告诉我们垃圾食物和滥用抗生抗生素会清除掉肠道的好细菌,从而导致过敏,食物不耐受,肥胖之类的现代流行病。 在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作者指导我们通过喂养好细菌,饿死坏细菌来控制欲望,改善情绪并有效减肥,从而保持身体健康,身材苗条。 作者用事实告诉我们,只有肠道健康,才能又瘦又美。 关于肠道的几个关键事实,肠子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工程结构,对肠道世界的深入探查正在改变着我们对自己机体运作方式的理解。 除了从食物中摄取能量外,肠道还承担了免疫系统的大部分职责,并且能产生出20多种激素,以影响食欲、情绪等各个方面。 在肠子深处,有一层非常薄的大脑,它被称为肠内神经系统,组成它的细胞和神经元,同样也能在大脑中找到。 肠道因此被称为我们体内的第二大脑。 当我们吃下的东西,从食道进入胃里时,胃壁开始收缩运动,将它们敲击成碎片,浸在胃酸中。 胃酸这种满含消化酶的高腐蚀性的液体,还能摧毁一切与食物一起被吞下的有害细菌和寄生虫。 当胃里的东西被充分粉碎后,就会经幽门进入小肠。 在这里,吃下的东西会被进一步分解吸收,升高血糖,提供能量。 一切液体的东西,像果汁、奶昔等饮料,因为不需要胃的粉碎,所以几乎能不停顿地穿过胃进入小肠,在很短时间内进入血液,使人的血糖猛增。 人的大脑会因此释放快乐激素多巴胺,这就是甜食受很多人喜欢的原因。 这些糖分往往因为不能及时被消耗而变成脂肪,囤积在你的肝脏或肠子里。 所以,对于任何一个想减重的人来说,不要喝含糖的饮料,少吃面食,土豆等缺乏纤维的食物是必要的。 富含蛋白质、脂肪或纤维的食物的吸收过程要慢得多,而且它们能让你在更长时间里有饱足感。 食用足够的纤维是非常重要的,尤其是来自蔬菜和穀物的纤维,它们能为养生活在大肠里的好细菌。 小肠里有不少微生物,但大肠和结肠里的微生物则更多,是传说中的菌群的家乡。 住在结肠里的微生物主要是细菌,也有一些真菌、病毒和原生动物,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美妙又复杂的生态系统。 这些外来物种以各种各样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生活。 肠道菌群主要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职能。 第一,调解人们的体重。 微生物能决定身体要从食物中吸收多少能量。 比如肠道里的后臂菌的主要任务之一,就是消化食物中的脂肪。 高糖高脂饮食的人群体内拥有更多的后臂菌为它们服务。 拥有大量后臂菌的人更容易成为胖子,那些怎么吃都不胖的人则是因为肠道里有更多的克里斯腾森菌。 第二,菌群不仅为肠道抵御入侵者,还能调控人体的整个免疫系统。 改变肠道里的细菌的成分结构,就能减少咳嗽和感冒的频次,还能减少各种过敏反应和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。 第三,肠道菌群能摄入我们身体无法消化的少量食物,将它们转化成各种各样的激素和化学物质。 这些物质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、食欲和健康。 肠道里生活招数百上千种的不同菌类,它们中的大多数,至今我们仍然无法辨识,在人类认识的菌群中也是有好有坏。 好的,包括后臂菌、泥杆菌、丁酸盐、艾克曼菌等。 如果你的肠道菌群中有较多的泥杆菌,那你可能就有比较苗条的身材,也可能较少地产生肠道炎症。 泥杆菌既可以协助控制免疫反应程度,又可以分解蔬菜中无法被消化的纤维,同时产生许多有益的物质,其中包括丁酸盐。 丁酸盐能控制小肠壁细胞的生长,帮助人们避免肠癌,而且还有强大的抗炎功效。 我们可以食用含大量纤维的食物,获取足够的丁酸盐,让身体保持健康。 比如高粱、玉米、坚果、豆类、蔬菜等。 靠肠壁分泌的年夜生存的艾克曼菌可以强化肠壁,减少炎症,不仅能改善肥胖和糖尿病,还能从根源上阻止这些病的发生。 富含多酸的食物有益于肠道艾克曼菌的繁殖,比如茶、咖啡、葡萄酒、无糖巧克力等,间歇性进食也有利于这种菌类繁殖。 除了这些有益菌,对人类不友好的常见菌群有弯曲杆菌、大肠杆菌、沙门菌、艰难缩菌等等,这些细菌可以引起食物中毒、腹泻、腹痛、发烧等。 那么,如何保持肠道健康呢? 肠道菌群是在生命的头一两年形成的,且深受出生方式的影响。 自然分娩的孩子在经过产道时,吸入母亲的排泄物和阴道液体成了自己最初的肠道菌群。 吃母乳的孩子还能从乳汁里获取更多好细菌,扩充自己肠道的微生物。 而剖腹产婴儿接触到的第一批细菌,则是游荡在手术时,或抱他的人皮肤上的细菌,以及出生头几个小时吸入的任何细菌。 因此,他们的肠道菌群和自然分娩的婴儿完全不同。 研究表明,剖腹产婴儿更有可能变成肥胖儿童和超重成人。 追踪调查证实,在多孩家庭中,尽管分享着相同的基因,在同一所房子长大,吃着相同的食物,但剖腹产出生的孩子变胖的可能性比自然生产的兄弟姐妹要高64%。 而且剖腹产婴儿更有可能出现过敏症状,这表明肠道细菌是形成差异化的关键。 所以说,自然分娩和母乳喂养是确保婴儿拥有最佳人生起点的关键因素。 如果不能自然分娩,那就尽可能地母乳喂养,这不但能为孩子的肠道菌群提供一个好的开始,还能降低孩子患失诊或哮喘的概率。 那么,我们该如何通过改变饮食习惯来改善自己的菌群,维护肠道健康状态呢? 作者首推的是地中海饮食,他认为地中海饮食是一种健康到不可思议的饮食方式。 地中海饮食是指以蔬菜、水果、鱼类、五谷杂粮、橄榄油、豆类为主的饮食风格。 这种简单清淡、营养丰富的饮食方式,不但让我们拥有健康的肠道菌群,还能减少人们患心脏病、二型糖尿病、乳腺癌、中风和老年痴呆的概率。 作者认为,橄榄油是人类能食用的最健康的脂肪之一,因为它富含各种多酚和抗氧化剂,能消除身体各部位的炎症。 和橄榄油一样,油性鱼类也富含抗炎的优质脂肪。 常吃油性鱼类可以使我们肠道中的丁酸炎显著增长,并能缓解焦虑、抑郁、关节炎等症状。 优质的油性鱼类包括鲑鱼、金枪鱼、尊鱼、沙丁鱼、青鱼和飞鱼。 可可粉、禽蛋、葡萄酒这三种有争议的食品实际上对肠道菌群是极其有益的,也是作者推荐的,能保持人们身体健康的有益食物。 事实证明,对脂肪的恐惧、对鸡蛋的恐惧等完全是不必要的。 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份涵盖17项研究的原分析报告,断定食用更多的鸡蛋与关心病或中风的患病率增高,没有联系。 可可粉在人们的结肠中分解生成一氧化氮后进入动脉,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系统。 可可粉也是优质类黄酮和多酚的来源,黑巧克力中的可可粉含量很高。 鸡蛋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,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,对于减重的人来说,鸡蛋里的蛋白质能让你有更久的饱足感,减少摄入主食的机会。 而富含多酚的葡萄酒能显著增加人们肠道中的泥杆菌和双齐杆菌。 这两种菌群,一种可以使我们保持苗条,一种能降低人体的胆固醇。 一个健康的菌群,应该由尽可能丰富多样的不同微生物组成。 我们吃的东西,生活方式都会对体内的菌群生物造成巨大的影响。 要提升菌群的多样性,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往餐盘里加入更多的颜色,也就是多吃各种各样颜色不同的水果和蔬菜,这样能为肠道菌群提供更多的营养。 还有些平时我们用于调味的香辛料,因为富含多酚,也对肠道菌群非常有益,比如姜、小茴香,但最具名望的一肠香料是姜黄。 研究证实,姜黄有较强的抗氧化和抗炎性能,它善于抑制坏细菌、寄生虫和致病真菌的生长,并且能直接保护肠臂。 实验表明,每天食用一茶匙姜黄素的人,六周后,他们的一系列基因活性就会有显著的变化。 其中某个特定的基因变化最为明显,这个基因和抑郁、哮喘、失诊和癌症这四种病症有关。 研究者惊呼,这真是个惊人的发现。 含益生元的纤维,也可以让肠道细菌保持良好的状态。 益生元是植物纤维的一种特殊类型,你的身体不能消化它,但它能促进肠道里好细菌的生长。 菊粉是一种最有名的益生元,富含菊粉的食物包括洋葱、韭菜、大蒜、橘菊、蒲公英嫩叶、洋浆、露笋、香蕉、大麦、燕麦、亚麻仁、苹果、海藻等。 知道该吃什么,更要知道不该吃什么,这样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肠道。 任何形式的糖及糖的任何天然替代品、加工食品都是必须要禁止的食物。 糖中没有任何人体必需的成分,而且还会使肠道细菌分泌出能激起炎症反应的化学物质。 加工食品会对肠道菌群造成恶劣影响,是因为它不但含有糖和脂肪,还添加了优化口感,延长保质期的乳化剂,而乳化剂可以使攻击肠道粘膜的坏细菌生长。 另外,滥用抗生素也会破坏肠道健康,有专家建议,如果必须使用抗生素,那么可以同时服用益生菌或使用一些发酵食品,比如酸奶、发酵红酒、泡菜等。 我们再来看看如何利用肠道菌群瘦身。 在肥胖市区严重的现代社会,减肥已成为许多人的必修课。 想要变瘦,首先得明白你是如何变胖的。 作为一个成人,你特有的菌群结构能以不同的方式帮助你增加体重。 如果你的肠道里后臂菌之类的细菌数量多,那么在你和别人吃完全相同的饭菜后,你排出的热量要比别人排出的少。 因为那些细菌更擅长于从食物中提取能量,这些能量如果不能及时被消耗,就会转化成脂肪,住在你的体内。 而且并不是少吃多动就能减重,因为不同食物对人的血糖影响不一样。 吃蛋糕和吃牛排对血糖的影响程度不同,蛋糕里的糖和面粉会被迅速吸收, 让你的血糖短时间内飙升,一线会因此释放胰岛素以降低血糖,它还会将你的身体切换成处置模式。 蛋糕里的能量将以脂肪的形式被储存。 当胰岛素峰值过后,通常都跟着血糖水平的暴跌,这会让你觉得又累又饿,于是吃下更多东西胖就是必然的结果。 需要避免血糖经常性的激增,就要控制甜饮、点心、蛋糕等甜食和容易消化的低纤维食物,比如白面包、馒头、土豆等。 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升糖指数较低,像全穀物、西兰花等粗粮和果蔬。 我们都认为我们全权掌握着自己的决定,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肠道细菌竟然会影响我们的决定。 那些潜伏在肠道里的小小的单细胞生物,会通过影响你的心情,而影响你对食物的选择。 也就是说,如果一个人对某类不健康的食物有强烈的依赖,那是因为他肠道的某类细菌在众多细菌中占据了主导,并通过产生化学信号,使你对这类食物产生难以抵制的欲望。 如果肠道生态系统更具局限性,那么一个人就可能超重且生病。 想要改变这种情况,就要通过增加肠道菌群的种类和数量削弱和制衡那些作恶的细菌。 研究者们认为,我们可以通过远离那些你渴望的食物来饿死那些操纵你食欲的细菌,当那些细菌相继死去后,这种渴望就会削减。 你也会因为摆脱了这种渴望,回归更健康的饮食方式而减重。 经证实,作者提出的间歇性断食,就是一种饿死坏细菌,提升菌群种类的有效方法。 间歇性断食并不意味着完全绝食,而是一周两天减少热量摄入,这两天可以是连着的,也可以是分开的, 即5比2食谱,也就是这几年流行全球的新型饮食方式,轻断食。 5比2食谱之所以如此成功,其中一个原因是,你没有全程都在疯狂跑步和结食。 作者认为,如果在面对某些不健康食品的诱惑时,你能对自己说,我明天再吃它, 那抵制诱惑就会变得更容易,也许明天你并不会吃它。 如果在断食的日子里,你能挨得住饥饿,只吃蔬菜和优质蛋白质,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,饥饿时,你就更想吃健康食品。 科学证实,轻断食能减少许多氧化性损伤及炎症的东西, 并增强机体保护及修复自身的能力,减少人们肥胖、高血压、哮喘及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的发生。 实现轻断食最好的办法是执行地中海饮食,并每周选两天, 把摄入热量控制在600到800大卡之间。 坚持轻断食,你就能变得又瘦又美。 利用健康的肠道瘦身,是肠道的一场革命,是一种探索并理解营养的全新途径, 而它将改变我们应对肥胖、抑郁等一系列疾病的方式。 希望通过这本书,让你重新认识肠子这个并不迷人的器官, 不要因为无知而糟蹋身体里的军群, 让身体和心灵都能自由轻盈地享受世界的一切美好。 好了,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, 欢迎把它转发给您的家人和朋友, 谢谢大家的观看。